盘点将夜世界中最可怕的十五件神器 第五名 佛祖的棋盘 佛宗佛陀是数千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大修行者 也是全书中唯一一个明确的第七境 他在阅读七卷天书后 预言了明月当空 冥王降世 于是在西皇之地创建玄空寺 并在涅槃前留下无数针对冥王的法器 在交代完生前身后世 涅槃化身搬入山峰 沉睡千年只为等待冥王的降临 而在佛祖留下的诸多法器中 最强的毫无疑问要属佛祖棋盘 佛祖棋盘可以隔绝浩天世界 而佛陀的精神就涅槃在棋盘之中 在棋盘世界内 佛陀就是那个世界的主宰 即便是以浩天之能也无法改变 棋盘外部坚硬异常 书院众多弟子 曾花了一年时间锤杂俯批 都无法伤害他分毫 想打破佛祖棋盘只能从内部找办法 浩天从棋盘世界出来后 也仅仅是把他丢入地心岩浆之中 因为即便是浩天自己 也无法完全摧毁他 齐山大师曾说 佛祖棋盘可以改变时间 或棋盘一瞬 世间数年 或世间一瞬 棋盘内数年 棋盘内是一个佛国世界 佛陀原本打算用贪吃撑毒 蚕食浩天 但最后都在宁缺的帮助下 一一化解 第四名 柯浩然的青钢剑 从原著中的记载上看 柯浩然的武器是一把青钢剑 这把剑见证了柯浩然一生传奇 柯浩然16岁 自创浩然剑 剑术大成后 曾以此剑灭魔宗 败进道门无数强者 甚至就连西陵长教和贯主陈某 都败在他的剑下 柯浩然是天生的战斗机 他天不怕地不怕 甚至敢于在数十年前拔剑问天 做出了当初夫子都不敢尝试的事情 后来证明 浩天也记住了那个持剑的疯子 贯主陈某在长安城之战中 一步入长安时 还感慨到 夫子走了 柯蜂子死了 那么我便只好天下无敌 盘点江夜世界中最可怕的是五剑神器 第三名 宁缺的原石三剑 宁缺有很多可怕的武器和手段 但最让人熟知的一定是原石三剑 在江夜的世界中 原石三剑是最具有创新性的武器 它是书院智慧与唐国强大的综合体现 小说原文曾这样描述它 修行界最着明 也是最恐怖的兵器是什么 不是夫子的棍棒 可好然的剑 也不是蒋经首作的铁杖 贯主的意念 而是一把弓箭 在后世人的眼中 原石三剑毫无疑问是一种里程碑式的武器 威力大的令人瞅目结舌 也只有宁缺这种盗服兼修的怪胎 才能用这种武器 书院四先生和六先生将弓箭和福道融合在一起 铁箭由世间最坚韧的材质打造而成 原石三剑的可怕之处在于 它可以无视空间 甚至隐隐然快要摆脱时间的束缚 射出时没有任何剑道轨迹 相隔越远威力越大 宁缺曾在步入洞玄境后 一剑射穿龙杏皇子 把裁决神座内的叶红鱼射得狼狈不堪 桃山光明祭中借天起神力 一剑射杀十几名西陵知命境强者 后来更是在万里之遥 一剑暴射清和郡崔老太爷 尤其是搭配精神阵 长安城内的宁缺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世间除了玄空寺的蒋经首作 几乎没有谁能真正的无视原石三剑 第二名 桑桑的大黑伞 江夜世界中维尔可以称之为神器的存在 大黑伞是黑夜的一角 是浩天下凡携带的唯一武器 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当初大师兄李漫漫甚至想用名字卷天书来换 但是被宁缺拒绝了 大黑伞前期对宁缺和桑桑的帮助非常大 宁缺的汽海雪山被猪雀废掉后 也是在大黑伞的帮助下重新构建 最后服役沉皮皮的通天丸 才让宁缺走上修行一途 大黑伞拥有抵御一切的能力 堪称世间第一防御 盆点江夜世界中最可怕的十五件神器 第一名 道门的七卷天书 七卷天书分别是日字卷 落字卷 沙字卷 明字卷 天字卷 道字卷和开字卷 组合在一起就是日落沙明天道开 江夜世界天上地下第一大杀器 道门创建者赌徒离开人间后 给诗人留下的瑰宝 它不仅囊括了世间一切修行功法 四大不可知之地中 有三处的开创者都阅读过七卷天书 七卷天书的作用各有不同 比如日字卷记载了 浩天世界五境之下修行者的名字 落字卷 一落惊天下 沙字卷记载了天下 凡若和沙的功法 明字卷最为神秘 因为它预言了后事 提到了月亮 被福子誉为最有意思的一本书 关于七卷天书的传说有很多 有人说天书上记载着浩天传递给人间的意志 有人说天书记载着对世事的预言 有人说天书本身就是一个 宁天地之威的无上法器 还有传闻说 凡人看一眼天书便能修行 修行者看一眼天书便能破镜 冥界里的幽魂看一眼天书便能净化重生 圣人看一眼天书便能语化成仙 江夜世界中诸多破五镜之人 如夫子李漫满灌主等人 也皆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的看过天书 如果没有七卷天书 世间恐怕会缺少很多破五镜的大修行者 尤其是魔宗第一任创建者 佛宗第一任创建者佛陀和书院的夫子 都是看完七本天书后 才开始创建各自的宗门 七卷天书是道门赌徒 所浩天达成的协议 赌注是整个人间 但他们知道人类在无数万年后必将走向强大 于是留下七卷天书用来制衡浩天 七卷天书是道门之手冠最大的秘密 因为这七卷天书组合一起 再组一遍 妈咪妈咪后 能够直接把浩天打回混沌 直接换了这天 小说大结局时 灌注陈某手持七卷天书 来到长安城 详行开天 要不是宁缺及时领悟人间之力 浩天桑桑恐怕就要直接消亡 因此七卷天书毫无疑问 是江夜世界第一神器